HELLO 大家好 來到第四節 我們繼續說說我手上所擁有的 Colourpop眼影盤 在上一集我又提到 我不是很喜歡它們在眼影盤內加閃粉 我想說得清楚一點 我所提到的閃粉不是我平時會用那些 Metalic 或是帶光澤感的眼影粉 我所提到的閃粉就是 一塊塊看到形狀很大塊的閃片 在台灣或內地會稱它為亮片 我覺得可能這個Terms 大家會聽下去 會容易理解一點 不過我只會很少用這個Terms 我想在這裏簡單澄清一下 免得大家不會 好 現在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去片 繼續看看我們還有什麼眼影盤 要和大家介紹 我曾經推出過這尺寸的眼影盤 有16隻色 我剛才上官網都看到 它有另外一隻版本 都推出是一個粉紅色的 那我就沒什麼興趣 因為粉紅色的眼影對我來說 不是最吸引的一個色調 Anyway 這一隻就叫Fortune and Fame Sorry Fame and Fortune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當你搭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看到一個很漂亮的馬戲團 就是鳴乳梨梨 OK 一隻是戴cool tone的 但這隻冷色調的眼影盤 看到我也有用過不少次的 再有就是這隻 就是暖色系的 大家可以看到 很明顯是暖色 這兩隻 初初入手的時候 我都經常有用到的 但是後來 我自己的taste 我開始覺得 經常化這個大地色系的眼影 很悶 我開始就喜歡化一下其他顏色 當中最喜歡當然是綠色 然後我開始慢慢去試紫色 藍色等等 所以這兩隻我就越來越少用了 Quality 非常之好 所以我決定趁著這個機會 送給我的好姊妹 讓她可以試一下 另外就是這個叫做Perception 這個是Shayla和Colorpop合作的 一個眼影盤 當時也很好賣的 現在就停產了 這隻很多人都說 它有點像Urban Decay的Born to Run 我覺得顏色的配搭是有點像的 不過Quality-wise 我依然會跟大家推介Urban Decay的Born to Run 坦白說 價錢是貴一點的 大概你也要給多二三百元 但是那隻真的很漂亮 但這個不是差 但是當有Born to Run 和它的話 我一定會選Born to Run 這隻我都會送給其他人去試 然後就是這一盤 叫做Through My Eyes 就是Colorpop和Yla Salahi 所合作的一盤眼影盤 也是一個十六色的正方形的盤 你看到它的尺寸 是會比平時的十二色大了一段 所以我自己不是特別喜歡 買它們這個版本 這個包裝的眼影盤 因為我覺得比較瓦窄 我都少拿出來用的 所以這三盤我都會送給其他人 但是這一盤我真的不捨得送 因為它裡面的顏色 我真的覺得非常之美 首先看一下包裝 它叫做Through My Eyes 其實就是說 它是用它的眼睛去看出去的 一個大千世界 你可以看到那些pattern 都有點像那些萬花筒 你會轉轉轉那種幾何的一種變化 另外它會有鏡子 裡面的顏色也是非常之 我會用圈例來形容 很漂亮的 有我自己喜歡的綠色 有些紅色 有些黃黃橙橙 也有中間的過度色 我覺得是非常之有趣 這個十六隻色 是可以做到不同類型的眼妝 所以我很喜歡的 譬如你問我這隻綠色 它的粉質是做得挺好的 你可以看到 另外這一隻 戴Metellic的綠色 當你這樣填上去 你就會看到 非常之有型 是吧 而另外還有 我很喜歡這隻 叫做Lomo的西瓜紅色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自己 就覺得 塗紅色的眼影 對我來說是比較難受的 但是這一隻呢 我覺得 上了眼之後 挺漂亮的 因為它是有些西瓜紅的感覺 但是你整雙眼去化紅色眼妝 坦白說 其實十次或九次都很漂亮的了 但是 你說是其中十六色當中的一隻 然後去配搭其他暖色 是挺漂亮的 所以這一盤我很喜歡 所以即使它的尺寸 不是我自己最喜歡的尺寸 但是我也經常會用到它 還有這一隻 這個也是 當時呢 它沒有說到它是Super Shot 但是我覺得很像 你看到 很漂亮的一隻 古銅橙 非常非常之美 其他顏色都是很正的 所以我很喜歡這一盤 所以這一盤 我一定會繼續留在身邊 另外這個就是他們和Suella 即是另一個YouTube上高 都挺受歡迎的一個KOL 所合作的一個眼影盤 我本身挺喜歡這個size 都挺喜歡它這個主題 非常之有趣 很活潑 叫做brunch date 但是裡面呢 顏色上高 就沒有什麼驚喜 再加上 Quality還是 都是令到人有點失望的 尤其是 大家應該一眼就會看到這隻藍色 於是就很有期望 但是這隻藍色呢 是這樣的 所以呢 這個眼影盤 都會趁著這個機會 跟他們說 goodbye OK 好 再又說到藍色呢 我都因為這個顏色 而入手了這一套的眼影盤 是他們和Bertmann 去合作的一個collaboration 來的 我很喜歡他們的concept 因為呢 這個是一個 菲律賓裔的一個男生 但是他很喜歡做變裝的 我覺得他做變裝做得挺漂亮的 你可以看到 當他做一個女生的時候 也挺帥的 他一個呢 就是用一個 金色 和銀色的包裝 但是我不是很喜歡他這個包裝的 因為 不是不漂亮 是因為他的閃粉 黏得非常之不好 哇 你看 雖然他不顯色 但是那隻藍呢 一直驗到我 不停抹都抹不走 Anyway 那他這些金粉 就經常都掉到整身都是 整手都是 就覺得很髒 但是他裡面的顏色是OK的 尤其是這一盤 但是我自己就很少拿出來用 就是因為他 經常都掉到 那些閃粉周圍都是 那我就覺得 好無理彈道 那還有就是這一盤 那我初時對這一盤 也是很有期望的 因為當時真的沒有很多人流行 出藍色的眼影盤 大家都覺得 哇 好伏的眼影色 但是近年就很流行 尤其是Jaffy Star 推出了之後 但是這一盤 當時我真的覺得很特別 所以就入了手 但是這一隻藍呢 也都是 有少少 大家看到了 什麼情況 那我就很少用到他 即使是這個 Metallic的藍 我也覺得是蜜蜜的 所以呢 這兩盤我都很少用 也會趁著這個機會 跟他說Goodbye 那另外呢 Colorpo也曾經出過 15色的眼影盤 Size就是這樣 長方形的 那我手上就有三盤 那分別這一盤 就叫做Golden State of Mind 那應該是三年前的了 他們Holiday season 時候出的 那我很少很少用到他 不是因為他Quality差 而是因為他 原來15隻色 全部都是Metallic的 那我自己化妝的 習慣化的眼妝 是帶雅光來做過度色 然後加一些閃粉 那樣 就是閃的顏色 光澤感的眼影 那樣 那所以呢 我也都喜歡 盡量都是在 一兩盤的眼影裡面搞定的 那全部都是Metallic的眼影盤 我真的很少拿出來用 除非它是Pemmograph 那OK 那但是 它的質地不差 但是又未美 我可以很掛著他這種感覺 然後特意拿出來用 買回來 我想我真的 通常都是試上手 很少很少把它化上眼 所以這一盤也趁著這個機會 給其他朋友去試了 另外這一盤 就叫做 All I See Is Magic 是跟這一盤 應該差不多同期的 是的 那這一盤 裡面就有一些 雅光粉 也都有一些 Metallic的顏色 那你問我 Quality 不差的 但又未去到驚為天人 不是Color Pop當中 做得最好的 那一批眼影盤 所以我都很少拿來用的 那這一盤也會趁著這個機會 就跟他們說Goodbye 那這一盤我很喜歡 叫做 Chasing Rainbows 首先我很喜歡這個名字 因為我們每天都是向著正能量的方向 去追逐我們的夢想 追逐我們自己的理想 而且是七彩的世界 那它裡面的顏色也是非常之有趣的 Color Pop很少很少出到這麼Sharp的顏色 是去到後期真的Monotone開始 才比較大膽一點 所以這一盤我會留在這裡 尤其它的品質也非常之不錯 所以我挺喜歡的 那這一盤我會保持 那再有呢 其實它也有出過其他十五色的眼影盤 那但是呢 就是跟Disney合作 那包括了 就是他們的公主第一代 和第二代 還有就是他們的奸人系列 那我三盤都有保持 那也都不會想著會Declutter的 因為有草的成份居多 那坦白說 他們和Disney合作的這一批眼影產品呢 又是有一個毛病 就是可能他們放了太多錢 投放在賣copyright上 所以它的Quality呢 我自己覺得 沒有它之前出的眼影盤那麼好的 但是也都不是非常非常之差 那再加上他們有一個那麼獨特的包裝 那麼特別的設計 那所以我更加不會放手 那這個就是他們第一次和Disney合作的公主系列 是的 那就是有六位公主 那這個版本就是這樣的 顏色是非常之正老 我會形容它為 因為公主嘛 那就不會特別的誇張 或者是有什麼大膽的設計 是非常正老的 很斯文的一種眼妝 出到來的效果 那這個我會keep 那然後呢 他們跟著呢 就應該吃開翻層味 那就再有第二次和Disney合作的 那這次呢 他就以反派的角色作為主題 那就是Viliens系列 那這一堆呢 我反而覺得 就是整個 無論他們的高光啊 胭脂啊 唇膏都是非常之有趣的 眼影盤也都不例外 我很喜歡的 叫做Misunderstood 那它是 那個套就是這樣 有些最近非常之流行的那種 危紅燈光管 其實是LED 然後裡面整個palette的包裝就是這樣 非常之多顏色 然後裡面的顏色也是 Dual tone 再加上有少少暗黑的感覺 譬如這幾個顏色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而且它的Quality非常之好 可能被別人說得多 因為上一次呢 迪士尼公主的版本呢 確實真的很多人都說 Quality不太好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樣 所以他們這次出的呢 相對地Metellic的感覺很重 但是也有一些過度色 然後它這隻藍呢 開始做得好 比它之前出的已經好很多 它是逐漸逐漸有進步的 那這一盆我當然會繼續保持著 再有呢 就是上年出的 就是他們的公主系列的化妝舞會版 那它的包裝就更加fancy了 是一個這樣的長方形當中 切了四隻角 那叫做Midnight Masquerade 那就是午夜化妝舞會 那裡面呢 也多了兩隻閃粉 那我自己覺得一般 說真的三盆當中 我最不喜歡就是這盆 因為我覺得顏色上高 或者Quality上高 都是我覺得有少少參差的 譬如這隻啡呢 其實啡是很容易做的 但是你看到嗎 都是很patchy 所以這一盆我真的純粹拿來儲 但是它的Quality我是真的有點失望的 去到第四次就是Frozen 那大家應該都有印象 我在19年當中也有推介過 他們這兩隻眼影盆的 那首先第一件事 我覺得包裝很漂亮 一個就是Elsa 一個就是Anna 而且他們都把眼妝的color story 和角色配合得很好 因為我自己覺得 之前公主系列 你覺得蜜蜜蜜的 它唇膏做得很漂亮的 那個搭配 但是眼影盆 你就會覺得中規中矩 但是這個Frozen系列 他們就做得很漂亮 譬如這一隻 就是他們Elsa的一個眼影盆 九色眼影盆 我覺得非常之方便 而且在九色當中 已經可以配搭到幾隻不同的眼影主題 我覺得其實是更加考功夫的 我自己經常覺得 越細盆的眼影盆 是越考那個公司 對於整個色彩的設計 那這一隻我覺得做得很好 而且它的Quality 都非常之好 那裡面它有一隻閃粉 但是這隻閃粉 我覺得可以接受 因為它真的有一種冰天雪地的感覺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是配合到那個主題 都配合到那個角色 所以我覺得OK 另外其他顏色 都是以冷色調為主 當中也不乏Burgundy Red的一種啡色 我覺得是可以體現到 Elsa她愛冷樂熱的那種性格 所以我挺喜歡 再加上這隻藍也做得挺不錯的 化上眼會出到這種天藍色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一盆是我挺喜歡 挺意外的一盆 另外Anna這一盆 也是很設合她的人物性格 相對地比較暖色系的一種感覺 很陽光的 再加上Frozen 2 也是一個秋冬的感覺 這個冬天的話 這隻就是一個秋天的感覺 也是做得很漂亮的 當中也是中間的那顆是閃粉 這隻閃我就覺得一般 但其他我也非常OK 化出來的妝容是很安全的 大地色系的 但如果你問我Anna和Elsa 這兩隻 粉當中我推介哪一隻呢 那我就會推介 Elsa那隻更多些 這隻是很安全的 但是Elsa這隻 我覺得真的做得挺不錯的 一盆眼影盆 說明他們的九色眼影盆 其實我會更加喜歡他們的九色系列 多於十二色系列 當然十二色當中我都有很多很喜歡的眼影 但是這種九公格式的九色眼影盆 我是更加喜歡的 這兩盆是我現在非常非常喜歡用的 包括了Brush Crush和Nude Mood 先說Nude Mood 是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用的大地色的眼影 會比之前他們推出的十二色更加好用 當中包括了我自己喜歡的 即是Super Shock的質地 然後這個叫做Put Out Here 也是一個很漂亮的 一個很重的Metallic Super Shock的質地 另外它的啞光粉也做得很好 還有它的肉色也做得很細 真的跟皮膚差不多 可以做一個很漂亮的打底色 所以這一盆我是非常喜歡的 我有提過我很喜歡這一盆 叫做Going Coconut 這個九色眼影 因為它用來化這個大地色的眼影 已經做得很好 但是自從有了這一盆Nude Mood 我更加喜歡這一盆 因為我覺得它出來的妝更加漂亮 而且更加乾淨 你會看到有一定的輪廓感之外 整個妝看起來很乾淨很舒服 另外這個叫做Brush Crush 也是我更加喜歡的一盆 因為它是Pink和Peachy之間的一種顏色 化出來整個眼妝很柔和很舒服 同樣很乾淨很適合春天用 我非常之喜歡 同樣這裡有一個他們的Super Shock的質地 然後它這隻粉也是 你堆疊的時候也很明顯看到有閃粉在當中 也是很漂亮的一種粉紅色 因為我覺得有些粉紅色太搶 但這一種粉紅色 因為它帶有一點蜜桃的感覺 所以化出來不會顯眼中 或者很誇張 是很舒服的 如果你是和我有這種風格 想化這種柔和的眼妝 一定不要錯過這一盆 我是很喜歡這一盆的 接下來就要和大家說一下 鏡頭面前看到這一蠟九色眼影盤 是他們Colourpop大概一百年年尾之間 去出的一堆Monotone系列 每一隻都是以一隻顏色作為主調 大家可以看到是從它的包裝都可想而知的 然後呢所出的一隻眼影盤 坦白說這裏任何一盆我都不會放棄的 因為我是有草的 現在我純粹就把它排成一個次序 告訴大家我用得最多的是哪幾隻 還有我覺得真心Quality wise是值得推介的 那幾盒 先說的 No.1一定是It's my pleasure 如果你有看到我2019年的年度眼影盤裡面的推介 它是佔一直位 而是一盆紫色眼影盤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它呢? 因為它裡面有Dual Chrome的顏色 然後它的啞光色都做得非常之好 我覺得它的Quality是直逼Tom Fogg和Dior 非常非常之喜歡 極度極度之推介 OK 這個就是It's my pleasure 是我心目中所有Colourpop眼影盤的第一位 另外呢就是這個叫做Just my luck 是一盤綠色的眼影盤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化綠色的眼影 因為我覺得可以令到我們黃種人的啡色瞳孔顯得更加精神 而且是很搭配的 這隻狗色就是這樣 也不乏一些青綠色眼影 也有些墨綠色帶啡色的眼影 令到整個眼妝會有更3D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這盤也是做得很有心思 我也是經常會用到的 另外這一盤就叫Going Coconuts 那就是一盤啡色的眼影 其實就是大地色的眼影 那你問我呢 剛才我都有提到 我更加會喜歡現在我手上的這一盤Nude Mood 所以就把它貶低去做第三位 否則它應該會更加淺的 但是它也是一盤非常之好用的啡色眼影盤 我很喜歡 它這個比Nude Mood好的就是它有鏡子 所以你帶出去會方便一點 而且它裡面的顏色也是非常之正的 我都挺喜歡的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用也可以用一下 另外這個就叫Lilac You A Lot 都是一盤紫色不是粉紫色 我會更加覺得它是像一個婚姨草色 它裡面的顏色比較Romantic 浪漫一點點的 也適合春夏去用的一盤眼影盤 我都喜歡的 最正的就是當中沒有閃粉 最正的 你看到我現在頭的四位都是裡面沒有一些Glitter 在裡面 然後這一盤就叫做Baby God Peach 其實這一盤可以說是Sweet Talk的翻版 只不過Sweet Talk有12隻色 它就有9隻色 而為什麼我會把它不要放在更高的層次呢 就是因為它在9隻色裡面都是有一隻閃粉 那我真的是一般的閃粉 而且這隻閃粉也只是純粹一隻白色帶一點橙的一隻閃粉 那我就覺得不需要在這個9色眼影盤裡面存在 所以如果你問我 我會更加推介大家去買那盤Sweet Talk的12色眼影盤 因為它雖然都有兩隻閃粉 但是呢 同樣也都有Super Short的眼影 也有些深色的眼影 可以讓大家化不同的眼妝 那反而這一盤Baby God Peach 我就會把它排第五位了 另外這一隻就是Blue Moon 那首先我要加掌它的就是它們夠膽去出這一種色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藍色的眼影真的十次有九次都服的 但是它就算是做得挺不錯 而且在不同的藍色當中 真的有做到一個變化在這裡 而且都比起它初初出的藍色 顯色度是好很多的 真的要說一句 那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隻藍都會有少少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它是有努力去出這一盤眼影 所以這一盤呢 我排了它在第六位 那另外呢 就是Orange You Glad 那這一盤呢 大家都一看都知道了 其實它每一盤 你都可以從它包裝知道 它的主色調是什麼 那這一盤呢 就是橙色 可以看到 那我排到它比較低的位置 就是因為它也是有閃粉在中間的 又是那句我是很少用閃粉 所以也不覺得橙色是一個很特別的一隻顏色 因為很多很多牌子都有出橙色系的眼影盤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第七位了 第八位了 第八位 這個叫做Mean to be 它是一個薄荷綠的顏色 不是不漂亮的 不過呢 又是那句 不可以單單化它 不然就會顯眼腫 所以我自己就很少用到它 但是它裡面的綠色是看著都開心的 是的 只不過如果純粹用這九隻顏色來化一個眼妝 又是很容易顯眼腫 會顯得 它的樣子不是很精神 但是 如果你配搭它們Just My Lut的綠色 就是這兩盤 一起花呢 這樣就很漂亮了 所以這兩盤我自己就覺得要搭著用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第八位 另外這一盤就是Aha Honey 我覺得這一盤非常之有趣的原因 是因為Colourpop真的有聽它的顧客的聲音 有聽它們的feedback 不斷有人在下面就說 你出Monotone 拜託出一隻黃色 我很想有一隻黃色的 Eyeshadow Palette 所以它真的以話不說就出給你 這個就是Aha Honey 但是我自己會把它排得這麼低的原因 就是因為黃色當中它的黃色 不是可以做到很多分別 而且由於我們是黃種人 我們的皮膚怎麼都帶少少夜露痛 所以當我們化上去 有時候真的很難去突出我們眼的輪廓 尤其是它最深已經是這個顏色 但是這個顏色都不算深 所以這一盤是大膽得來又不算很大膽 即是未推到極致 我覺得它可以真的放一隻螢光黃下去 讓它更深一點也可以 再加上它又是有閃粉 所以我將它排在第九位 最後就是這隻叫做Hula La 這個是一個粉紅色的眼影 我自己覺得它就是我剛才所提到 為什麼我會喜歡Brush Crush這種粉紅色 多於這一種 因為這一種太過搶了 很容易顯眼腫 以及以為你是皮膚敏感 所以我自己就很少用到它 所以它是我的第十位 然後這個是第十一位 為什麼我會排它做第十一位 不是因為它的質素差 其實它的質素非常之好 但是我自己很少用到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一個smoky eye 而且是全黑白灰的一個燕粉狀 那我是很少用這樣的燕粉狀的 你看我連焦紙都沒有滅 我是化過一次 那我覺得太過誇張了 所以我很少很少用到它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化燕粉狀的人 你很喜歡黑白色調的眼妝的人 用這個你不會失望 真的非常之正 我知道Jeffree Star 它剛剛出了一個 又是用黑白灰做主調的眼影盤 我覺得那一隻其實太多了 這個已經很夠用 所以我沒有買到那個 但是這一隻我真心推介給大家 是好用的 只不過我自己很少化燕粉狀 很少用黑白的眼影 所以它就排在最後一個位置 另外它們也有出過 其他的九色眼影盤 譬如這個叫Brown Sugar 這個我初時都覺得它是像Monotone 不過現在去看看 其實它只是這麼巧是一個 九色眼影盤 我也都相對地少用的 因為它是比較深的一堆巧克力食 我會這樣形容 也都挺貼合它的名字 叫Brown Sugar 即是啡糖 我自己少用一點 我今次都會趁這個機會跟它說Goodbye 還有這個就是他們和Shayla合作的 一個九色眼影盤 我連肚子也有保持著 因為我覺得它的肚子很可愛 因為是有點凹凹的 但是這一盤我是少用的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都會趁這個機會送給其他人用 叫做Poseed with Caution 就是這樣的顏色 我覺得這一堆顏色相對會比較適合一些健康膚色的朋友去試 我自己一上就覺得妝好像太濃 所以我就少用的 所以我也會趁這個機會給我的好姐妹去試一下 另外還有這兩盤 Soul & Ma 一個是解水 一個是解太陽 是他們Colourpop出的第一套九色眼影盤 手上這兩盒已經是轉了包裝 它之前的包裝是白色的 轉了包裝之後 我覺得Quality-wise都好了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問我太陽這個很明顯 就是一個暖色系 我覺得是做得比他們 剛才我展示過給你看橙色那盤 做得更加漂亮的 這一盤有紅有橙 我當然會保持著 另外Mama這一盤就是這樣的 這盤我就覺得橫海二 藍藍綠綠的 都挺有趣的 這個我都會保持的 再有就是這盤叫Ming Squeeze 這個是他們的水果系列 再有出過Strawberry Shake Ming Squeeze我都應該會留 因為我看到它是Monotone 都沒有出過一個紅色的眼影盤 這個已經可以說是最接近的一盤 它是一個西瓜紅 我會稱之為 當中也有一些橙和啡的感覺 再加上它也沒有閃粉 我覺得相對的OK的 但我自己就覺得它化出來的妝 如果你搭一點這個Burgundy的啡 都是可以見得人的 好過Hula 所以這個我也會保持 另外這個Strawberry Shake 我就會放手 因為這隻粉紅 我自己不是經常會用到的顏色 可能我會分享給其他 喜歡這種色調的朋友去試 另外這個就是Bitty 是他們跟Pony合作的collaboration 我也挺喜歡Pony化的妝 坦白說 所以我看到他們有出collab 我覺得挺有趣的 因為明明Pony自己有makeup的 Anyway 它是兩個makeup牌子做的collab 那我就入了手 它是用波板糖 還是那些 總之是用Candy作為一個主題 但裡面的顏色 就非常非常普通 所以我就 一般的 再加上它還有兩隻閃粉 9隻顏色裡面有兩隻閃粉 我真的覺得離譜 所以這個我是一般的 試過一次上眼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對 都挺失望的 所以這一盤 我就應該會說Goodbye 那現在面前的Laser 就有34盒colourpop的眼影盤 我會繼續留下 另外呢 我就declutter了18盤 他們colourpop的眼影 那再有呢 其實我已經是下了一個order 就是買了他們新的三盤眼影 那我覺得自己這次都挺厲害的了 因為我真的斷捨離了18盤 那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真的一個購物狂 也是一個眼影控 買了非常非常之多的colourpop眼影盤 那即使我今天有斷捨離的一些眼影盤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他們絕對不是垃圾來的 我也不會就這樣扔掉 我是會幫他們找到好人家 有些可能是給我的好姐妹 好朋友 有些可能我會在corousel 找到另一些 和我一樣有眼影愛好的朋友 OK 那所以呢 我絕對不會浪費的 那希望大家都喜歡這次的分享 那期待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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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